刚刚在超市里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杨老师挺可爱的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请他来家里坐坐 老杨啊 咱们不说他了 他没有吓到你吧 没有没有 我还想跟他聊聊你以前的事呢 你出汗了 累了 来 给我淋吧 不用不用 给我吧 没事没事 我拎得了他 好吧 我说打车回来 你偏要走路 我就是想熟悉一下这儿周围的环境 以后有的是时间 先养好伤吧 那个地方我们以前经常来吗 我们没来过 但是 我和我妈经常来 走 我带你看看去 好 妈妈 我要当秋千 你不当着呢吗 那我们起来 当着当着就当起来了 相信自己 你可以的 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不好 林浅 我见过伯母 林承铭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是天生一对吗 不知道啊 我从小跟我妈一起过 我从小跟我妈一起过 没有见过我爸 在我大二那年 他就走了 所以呢 你不用见我家长 我也不用见你家长 你看 多盛盛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乐乐 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儿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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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承铭 小心手啊 你干吗 没事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啊 你说的 你干吗 这嘴巴 就是吧 不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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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妈 日间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李浅 我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 人多的时候 我不可以亲你吗 不行 那么 像现在这样没有人的时候 就可以了吧 你也不可以 为什么 我不是你未婚夫吗 这个老狐狸 一刻都不能放松啊 冷静李浅 你知道怎么对付他 我本来以为可以不说的 我本来以为可以不说的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 那我就大发自卑地告诉你 其实 其实 在我们之间 是有一个协议的 什么协议 都怪我们俩之间吵架吵得太凶了 你当时说 我们需要一个冷静器 让彼此好好地想一想 在这期间 是不可以有亲密接触的 为什么 因为你说 怕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如果因为是这样的话 那 我会遵守我们之前的约定 冷静器什么时候结束啊 冷静器什么时候结束啊 还有一个新 还有 一个月 那好 我会遵守协议的 那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没有的话就走吧 还有一个问题 我会遵守协议的 怎么啦 你小的时候真的 闭嘴 这个问题 你一辈子都不许问 没事了 没有了 摆着西兰花 好 走啊 我会遵守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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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疑协议的